35岁的薄熙来被下放到辽宁京县当县委副书记之后 在其后的三年里他快速的升迁 先是被升迁为京县的县委书记 其后又被升为大连市京州区的区委书记 然后39岁的时候他被升为了大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在中国的官场如果你的官职后面加个常委 这就说明你在这个机构中是一个核心人员 是一个有实权的干部 在之后就是43岁的薄熙来升任了大连市的市长 是这个市的二把手 做了七年的大连市市长之后 50岁的薄熙来被提拔为辽宁省的省委常委 大连市的市委书记 这个官职是一个副部级官员 从此薄熙来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上的官员了 他属于一个中管干部 所谓的中管干部就是这个官职他不归地方管 他的升迁任命和免职都是归中央管的 薄熙来在地方上工作了15年之后 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副部级官员 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变成一个副部级干部 他等于说升了四级 15年时间好像很久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有可能他中期一升 他一级都升不上去 而薄熙来用15年时间升了四级 这是一个顶级逢二代才有的待遇 或者说你个人特别的出力拔萃 或者说你个人受到了某某领导的赏识 才有这个待遇 他这15年时间中 有11年是处在大连政治的核心圈里的 可以说这11年的时间是薄熙来声明确起的11年 也是为他后来发展埋下隐犯的11年 薄熙来在主政大连的期间 他大量的吸引外资 使得大连在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 明显快于东北的其他地区和城市 他使得大连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在1999年的时候 大连也被联合国评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就算那些最激烈批评薄熙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薄熙来给大连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但是当后来的人一层一层拨开这些光环 去调查大连实质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薄熙来在大连的这些成绩 并没有为提高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带来什么改变 尽管当时的人对大连主体的论调 都是表扬 但也有批评的声音 其中对大连批评最激烈的人 就是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文士正 文士正在一次废议中 基本上是点名批评的大连 他说有些地方 它的城市建设的像欧洲 农村发展的像非洲 这种浮夸分是要不得的 他说辽宁是老工业基地 要转型的话 这一件持之以恒 绝不能急功近利的事 当时的文士正在这段表达 对于薄熙来来说是非常尴尬的 当时的薄熙来家族 着力地宣传了薄熙来在大连的政绩 结果文士正的这一公开表达 基本上就等于说是打脸的薄熙来 尽管如此 薄熙来当时还是处在一个上层期 狭不掩鱼 他的声望还是很高的 还是很被人看好的一个政治明星 相对于薄熙来的表现 薄熙来的妻子 古开来 他的表现更为耀眼 不过他这些耀眼的背后 也为薄熙来后来倒台 埋下了一个隐患 古开来在这15年里干的事 主要可以归纳为 结了一个风 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打赢了一场官司 写了一本书 拍了一部电视剧 认识了两个后来 自薄熙来与死地的人 抓住了薄熙来的一次奸情 和英国人出了一次鬼 薄熙来在37岁的时候 娶了28岁的古开来 估计当时的薄熙来认为 他终于报得了美人归 但是实际上 他报回去的是一个炸弹 首先是在1995年的时候 古开来开了自己的 开来律师事务所 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 他在一个中美企业的诉讼案中 古开来亲自上阵 打赢了这场官司 这场官司被当时的媒体 描述为里程碑式的胜利 从此呢 古开来的名声是声名雀起 在1998年的时候 古开来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胜数在美国》 他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 他在美国打官司 并胜利的过程 2002年的时候 他把《胜数在美国》 这本书改编成了 一个20集的电视剧剧 这个电视剧的女主角 是我们家喻妇晓的 一个女演员叫江山 他的导演也是被大众所熟知的 叫普从心 这个电视剧描述的是一位 国感充慧的吕律师 与散发着个人魅力的 渤海市市长 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而棍头奋斗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吕律师爱上了这个市长 对于薄熙来和古开来的 这个举动来说 我不得不说 薄熙来他确实是一个 学新闻的人 他并没有愧对他的专业 他很会搞宣传 很会搞营销 对于古开来认识的两个人 第一个是海伍德 海伍德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才开始的时候 是在大连的一家 国际小学当老师 后来他成为了 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的家庭老师 再后来他就深度的 参与了薄熙来家族的 经济和生活 他自己还开了一家 咨询公司 服务的对象 都是非常大的公司 比如说劳斯莱斯 比如说阿斯洞马丁等 古开来认识的第二个人 叫徐明 这个徐明 他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据说他是一位台湾籍美国人 介绍给薄熙来和古开来的 这个徐明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在1992年21岁的时候 成立了石德集团 他在1999年 他28岁的时候 他以1.2亿的人民币 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手中 购买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从公开的资料看 这个徐明 他算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 短短的7年时间 他就能成为一个亿万辅文 估计28岁的马云和28岁的任正辉 见了他都得自残行贿 对于古开来 抓住薄熙来出轨这件事 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事情 后来薄熙来在审判的时候 他自己亲口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 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 发现了薄熙来有了一个外遇 之后呢因为这件事 古开来很生气 就带着他的儿子去英国生活了 当时在英国照顾古开来和薄瓜瓜的那个人 就是古开来此前认识的那个人 叫海伍德 据后来的英国《泰晤士报》 开访了海伍德的保镖 以及古开来的邻居 证实海伍德和古开来 他们俩之间有风外情 海伍德的保镖 说他好多次看到海伍德 衣衫不整的从古开来的房间里出来 然后古开来的邻居也说 他经常能看到海伍德 在古开来所住的那个房间里 探出头来吸烟 在后来薄熙来被定罪的时候 辛瓦瑟有一句话说 薄熙来和多位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性关系 这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人 就叫张伟杰 如果从时间推断的话 补开来抓到的这个薄熙来出轨的这个人 就应该是这个张伟杰 据说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的市长以后 薄熙来以城市需要漂亮的形象为由 他建议了大连市电视台对外公开招聘 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主持人 其中就包括这个张伟杰 其实薄熙来经常干类似的事情 他在1993年晋升为大连市市长不久 他就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女子骑警队 这个骑警队有50名女警 平均的年龄只有23岁 他说他希望这些女警能成为大连的美丽名片 我们再说回张伟杰 当时的张伟杰呢 只是东北某小城市的一个电视台主持人 他被薄熙来选中以后 担任了大连电视台的太阳雨节目的主持人 据说呢 当时张伟杰是20多岁 并且已经结封了 生了一个孩子 在他成为薄熙来的情妇以后呢 就说他本人还是很专横的 再之后的传闻就逐渐有些离谱了 据说这个张伟杰 后来怀了薄熙来的孩子 并去大连市的市政府闹了几次 然后鼓开来发现了 再后来这个张伟杰 就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再后来有传言说 他是被人杀掉了 然后制作成了一个标本 并且网上流传的还有这个标本的照片 非常的恐怖 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查